本周讲座的摘要 第一次参加我们讲座的家长 肯定是不太熟悉流程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每周的讲座的第一个条 我们一定是过一下新闻 首先呢是让大家 能够在同一个知识层面上 因为很多家长可能对 这个教育 教育资讯的掌握不够灵敏 那可能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去解释 所以这是每周的一个议题 我会花五分钟左右 讲一下和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些教育新闻 因为只有透过新闻 我们才能看到 这个政策和经济 还有社会形势的变化 便用做出判断 然后第二第三点呢 我合成一块 就是因为UC已经放榜结束了 我把所有的这个录取结果做一个对比 然后我这个对比呢 会内容信息量非常大 希望家长能够有问题的话 通过问题打断 我不会停下 然后呢第四条呢 就是标划UC要彻底放出 彻底排气 就是今年的这个东 今年本来应该是最后一年 Test Optional SADCT 但是去年 加州地方法院起诉UC 说疫情的话 学生报不了考试 必须要取消SAD 就是你教了也不许看 所以这个官司呢 UC是输了 但是具体知不知情 我们谁都不知道 就是到底 今年就是去年提交标花的孩子 今年录取的时候 有没有影响 没有人知道 但是UC是最早放弃标花的一个公立学校 然后第五个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 这是我觉得家长来的一个原因 分析呢 是为了找出问题 解决问题 然后呢 我们最终是要落实到怎么行动 然后第一个就是西门 然后2020年这个加州大学放榜结束 最先开始的我已经记不清是哪个 应该是排名相对低一些的那些 然后呢 最后一个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跟预期的一样 今年好像比非常悲惨的去年还要严重一些 具体我们一会看数据 今年的数据 为什么我照顾办这个讲座的原因呢 是因为大概在上个月的时候 二月份 加州大学才公布了去年入学的 加州大学的整体录取数据 每个高中多少人申请 多少人录取 每个分校录取比例都非常清楚 但是呢 你如果想知道今年 今年2021年秋季入学学生的数据 你要等到2022年的 二月份左右 太晚了 所以我们与其这样做以代弊 我们不如提前分析前景的数据 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参考 然后第二个呢 WPI 这个叫在中文翻译叫伦斯勒理工 是一个排名66位 还不错的理工类大学 它是第一所理工类著称的院校 放弃了ACDACT 什么叫放弃呢 家长可能对概念可能不太清楚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现在呢 因为疫情 去年到今年分两个考试政策 一个呢是test optional 就是说可选择性提交 如果你考了 或者你认为分数不错 你可以教 教的话大学一定会看 这就包括了美国前100里边 大部分的学校 所有的藤校都是用这个政策 所有的前20都是用这个政策 前50里边有两所不用 一个是加州理工大学 他直接不要 我再也不会看ACD了 然后另外一所是华盛大学 我的本科 那个学校呢是比较左倾 他们比较liberal 所以他们也是不看了 但是呢 理工类大学从来没有说完全取消 另外一种叫test blind 就是啊我们完全不看你教了也白教 然后WPI就是这一这所学校 它是第一所全美第一所 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学校的历史 你就不会觉得惊讶 这个学校在早在2005年16年前 他就是宣布了我们实行了test option 就是我们可选择性提交 在那个年代没有人那么干 为什么呢啊 其实说句呃更真诚的这个 我们认为的答案呢是因为他招生困难 这个学校我查了 他的进入学率大概在20%左右 也就是说他发100个offer 只会去20左右的人 我记得是16到20之间 这个数字是非常低的 特别对于就业比较好 那种私立学校啊 这个数字是不太可以接受的 你像UC伯克利他比较差 他也作为功利嘛 老多人拿到备胎 因为很多人是去疼校 所以UC伯克利会达到40%左右 四五十 最好的一个学校是哈佛大学 他的进入学率是78% 发了100个offer去了78个人 所以这个数据很好地判了 这个学校招生的压力 WPI呢 伦斯的理工这个学校 之所以05年 做了那个动作是为了招生 然后呢 今年他第一个跳出来 就在大概像个礼拜 说我们放起SATC 你教了我们也不看 一点不影响录取 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主要原因 我觉得和招生有很大关系 因为疫情呢 导致美国高校的两极分化 很多大学申请率暴增 哈耶普斯这些不要讲 包括一会我们看到UC申请率 直向上升 但是同时你们没有看到 很多学校招生困难 家长要确定一个概念 今年的数据说 申请总量增加了18% 因为疫情的影响 不叫SATC 很多人认为 我有机会可以试一把 因为你不看SAT SATC是亚裔率擅长的 如果疫情的影响不高 那其他族裔都会去跃跃欲试 结果数据也证明了 少数族裔申请UC的人数激增 但是录取的话 我们要具体看 看到底大学是取舍什么 然后第三个新闻呢 就是我们湾区的第一所 可能也是唯一所女子大学 在北在北亚洲地区 我说的是湾区 叫Mills College 中文叫米尔斯 在奥克兰附近离 离伯克利不是很远 这学校大概有100多年的历史 160多年也倒闭了 他是不会再接受新生了 他会把学校的资源和精力 放在已经入学的这批人的 这个毕业上 这个学校的规模比较小 但是呢 他属于去大学 他有本科和硕士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 这个疫情导致下 这个强者越强 弱者越弱 就像企业一样 然后第四个呢 很有意思 我觉得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和我们将来有关系的 哥伦比亚大学 这个非常欢迎国际学生 和多元化的一个学校 他们今年的毕业典礼 虽然是在线上 但是他选择了 如果你是同性恋 如果你是拉丁义 如果你是非裔 如果你是亚裔 任何一个 你觉得你是 或者你是低收入 他分了几个不同的这个session 你可以报名 去参加这些毕业典礼 实际上就 本来大家对这个族裔的概念 没有那么明显 但是你好像就说 没事 我们欢迎 我们希望你说出来表达出来 就是他觉得这种模式 给大家更多机会 但是从我的感觉来讲 我觉得这样会员 一些人露窃 因为有的人不希望 被看的不一样 他觉得肤色不代表我的个人 我的思想才代表我的不一样 但是呢 比较自由派的 那个哥伦比亚大学 今年出了这一个素主意 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借鉴 因为不是说要学 而是家长要注意 这股风潮呢 已经在过去大概说 据说是从奥巴马上台 那时候开始 就后来一直起来 这个因为政治方面 我们教育的话 就尽量避开不谈 但是呢 你能看到这个趋势 包括我们今天讨论 这个重点的高中 旧金山的low high school 非常好的一个功力高中 他们从今年的秋季开始 他们入学将会采取 纯粹的抽签 不考试 过去多少年都是考进来的 优中选优 取消了 以后只是抽签 那抽签的话 是按区域还是按族益比例 我就不可而知了 如果按族益分配比例的话 那就会完美的投射出 加州人口比例 但这个是不科学 那我们今天 今天的正题啊 就是加州大学录取数据分析 我们先看一看 大家最关心的UCLA UC博克利 在正式讲之前呢 我希望了解一下 在线家长的这个背景 然后调整一下我的讲座内容 因为我不清楚 大家是国内国外 还是湾区还是外州的 所以希望大家在chat里边打上自己的城市 还有孩子的年级 谢谢家长 家长还是打的很多很多 好可以了 基本上呢 以湾区为主 有个别海外的上海地区的 还有外州的 外州和上海的应该差不多 上海北京的 这两个地方差不多 可以 那我就知道 我会稍微涉及一点 周外的这个政策 因为我觉得对你们还是有影响的 就像今年一样 不管多少人身上哈佛 MIT 它的名额是不变的 就是它名额是这么多的 你甚至再多 它那个还有 你听说隔壁台的 可能录了一堆名校 但是呢 它只能去一个 所以 其实大家竞争的是一堆名额 好 那我继续 UCLA呢 过去几年一直是领先 美国申请人数最多的大学 最多的 在两年前就超过10万了 今年的话更高 那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不重要了 对我们这种个体来讲 这种数字已经没有意义了 就是录取率非常低 现在UCLA的整体录取率的话 和藤项没有区别 和那两个小藤 你像那个康奈尔 包括那个达特茅斯 包括布朗 都已经非常接近了 甚至还低 现在讲的录取率实际上没有意义 为什么 它里边有少数族裔 因为作为亚裔 你的标准的话 如果 一个其他族裔 不管你是 白人 还是非裔 还是拉丁裔 你有亚裔的profile 你会提升10到20名的 这个排名的数据 这个是非常真实的 我们自己的经历 我们曾经带过两个东湾的女孩 排球队的 非常一般的高冬 成绩非常非常一般 3.6左右的GPA 然后呢 ICT来的时候 11200 美国白人 然后呢 我们给他补到1300 也很低 南加大上学院 直接入到了 leadership还可以 但是没有特别major 这就是差别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但是这是一个现实 今天我不想给大家 组织大家来集体讨伐 或者声讨 没有意义 我觉得我们既然选择了 出国这条路 还有选择了移民美国 让孩子享受高等教育资源 我们要面临这个情况 我们是怎么去对抗这种情况 除了在政策上争取 我们更重要的是 怎么落实到我们 日常的这种 升学规划上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今天讲座主题 UC Berkeley UC Berkeley 是增长人数 没有那么明显 但今年也是很夸张 大家看一下这个关键点 他整体申请人 增加了28% 然后但是 他的少数组 申请的增加了38% 也就是说 在稀缺的教育资源面前 大家都是非常敏感的 当他们意识到 标划考试 这个作为亚裔比较明显的 优势的这种项目 给排除之后 他们会增加 他们这个申请的欲望 包括那些 腾孝 今年全是一样 为什么申请的时候暴增 这个地球的总人口 是在稳定的增长 包括美国 它是在慢慢减少的 出生人口越来越低 和中国一样 它的出生越来越低 但是申请的时候增长 美国最大的申请系统 Combin App 它的数据是 接近18%或者20%的 这个申请数量增长 人数增长只有1% 也就是说过去平均 可能每个人申请5到6个 现在申请7到8个 是这边 家长一定要抵犯这个概念 不用慌张 就不用紧张 只是大家身的需要更多了 往年呢 这孩子可能身身UC Sanac Cruz 但是呢 现在就是因为疫情嘛 大家觉得 可以这个乱中取胜 对吧 因为乱就像创业一样 像化学反应一样 越乱的地方 越能产生新的东西 所以大家觉得 这是一个机会 很有意思 就是乱是 有就火中取利的 乱是这个股票市场 混乱的时候 机会就出来了 房市也是 所以同样 今年家长不用慌张这个数字 没有意义 你该比的还是亚裔内波 你的成绩还在那摆着 最后落实到 申请和本校人的竞争 特别是UC录取 然后这个数据更直观 这点给大家 我给大家圈出来了 你看过去三年 192021 虽然录取人数 没有完全的公布 但是呢 申请人数已经公布出来了 19年 两万七千人 就是申请 这个总人 总人数是六万七 就是UC Berkeley 不算转学 它的十几万里边 包括转学 加州是把转学和本科录取 放在一起 你签了十几万 其实它本科申请的话 但是你看今年非常的夸张 今年2021年申请人数 UCLA 大家看一下 竟然涨到了这个 涨到了那个八万多 涨得非常大 我们看一看 这是UC Berkeley 我们看一下 然后有一点 我实在是个人不太苟同 你看 大家看一下 我圈红的那个 Asian American 亚裔美国人 上面那条叫什么 R 就是U-R-G 就Underrepresented group 就是不被代表的族裔 我就想想搞笑 亚裔在美国人口百分之六点几 拉丁裔和非裔都比那么多 谁是不被代表的 就为什么他说亚裔和白人放在一起 我们只有百分之六 我们通过努力通过自己的省市检用 投资好学区 给他的一个好的教育 我们成了多数族裔了 所以说他这个词 又是非常有问题的 就是代表他一种政治倾向 所以这个事我们在愤怒同时 我们要认清这个现实 这是他们在政界的一个共识 而且在高校特别厉害 高校对自由 所谓的这种族裔分配 他们是非常的支持 是一个主流声音 不代表所有人 但是是一个主流 特别是校长 特别干这个事 这叫政治正确 然后呢 UC伯和利的话 数据也是一样惊人 去今年比去年申请人 是增加了将近4000 1800多 所以是比较夸张 然后呢 我们到一个重点 就更具体的 因为湾区比较多啊 我还是照顾湾区的家长 所以那些国内的还有啊 州外的啊 稍微忍耐一点 但是呢 数据的分享的话 我也给大家一个一个建议 就是说有参考性 我在我们在前一阵 接触一些加拿大呀 德州啊 还有一些亚里加拿州的一些家长的时候 我们有同样的方式来检测 他们学校学术程度 因为他们我们就问 你们学校过去几年 录了几个前30前50的 大概什么成绩 我就大概有数了 是一样的 我们先看第一个 这个呢 是UC伯和利在去年 去年暑假入学 秋季入学的这批学生 录取的人数啊 在前年是59个人 low high school 去年猛增到106 任何一个学校啊 他的UC伯和利的录取人数 啊 如果有十以十左右的这个 区间变化是正常的 家长不用担心啊 十左右是正常的 因为我这数据每年都看 我们团队每年都看 我们知道这个趋势 但是如果超过20 或者如果你们学平常每年录五个 你一下录增加十个 这个幅度比较大 你要注意 但是呢 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讲这个题目呢 因为幅度实在太大 而且比较有针对性 大家看一下啊 呃 第一个low high school 是三藩市里最好的公立大学 曾经呢 就是大概有百分六七十的华裔 然后第二个是多儿体 是三谷地区 也就是这波疫情结束之后 房价涨到最凶的一个地方 因为这边呢 房子大 呃 居住环境好 又安全 然后学区又好 只是离贵谷比较远 但是因为很多这个呃 工程师呢 选择remot work 所以三谷地区房价涨得非常厉害 昨天有家长还跟我聊这事儿 邻居家一套房加价了四五十万 还是六十万给卖掉 就差两个月 非常夸张 他的基数也不到两百万 那个房子 就是因为房子少嘛 然后呢 多儿体呢 前年是呃 路九十个人 现在路七十八个人 然后呢 尔文成 五十到六十三 尔文成是处于 蜕蜂地区 我讲的是完全啊 berkeley high school呢 亚裔家长 我建议不太要看 这个学校 我们带团队做过一工 他在伯克利 UC伯克利的旁边 是一个呃 就是少数族裔比较多的呃 高中 有很多的非裔啊 和那个拉丁裔 这边孩子真是不容易 我们做义工的时候呢 发现他们的文文书啊 也就是初中水平 他们的ACD考一千一千 就不错了 所以这个学校比较特殊 大家不要考虑 就和大家不太相关 Mission Southside 这个是号称 富人帽最好的功率高中 曾经有一年 大概在四五年前 这个学校路过一百个伯克利的 一百个 什么概念 这一届才只有三四百个人 给大家举个直观的例子 因为家长是国际学生 还有外周的 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 这四个城市加起来 一年录取的UC伯克利的人数 不如我们湾区一所高中 不如Low High School一所的多 北京一年也就录个三四十 称死称死 UC伯克利 有的家长可能说 哇北京小孩都去 什么藤校私校 不是的 UC是中国学生最喜欢申请的 因为我生不成藤校 和我生UC没有关系 我可以拿伯克利做宝典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这个美国政策对我们不公 但从这个角度 湾区真的是集中了 非常好的声援 他们的UC录取率 非常的惊人 这个是全世界排名前 前十的大学 诺贝尔奖仅次于哈佛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所以家长要知道 这个整个这个 这个前因后果 我们在抱怨同时 我们要知道 我们拥有什么 然后呢 Los Aros 有家长问 为什么Servitoka 还没有呢 这就要我们的排名了 我们有专门的排名 把湾区 每年录取UC人数超过100 我说的UC是所有的UC UC Merced UC Riverside都算 我们才算 我们才放到宝单里边 这里边已经囊括了 所有华人居住的区域 你举个例子 北湾 东湾 南湾 中半岛 还有三万市里 我们这个数据非常的全面 你能想到的学区房都在里边 如果有些区域 它历年录取的UC人数不到100 我们是不忘了宝单 没有意义 因为参考标注太少 所以家长要知道 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宝单 我们是跟这个宝单 我们宝单里边抓住了这些学校 变化最大的 我们给大家做对名 也是我们客户最集中的一个区域 然后第二个UCLA 我们看到变化 你看UCB的话好像跌的很厉害 大家都是红的 红的比较多 特别是底下看一看 最惨的是Gun High School 最下面下面可以看一下 Gun High School 就是在斯坦福南边 旁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跑车 就是在PALATO Tesla的store旁边 旁边有一个超跑的 那个4S店旁边 这个高中呢 很多的斯坦福的教职工会在那边住 他们的孩子在那读书 这个学校的华人也非常多 这个学校前年录了86个Berkeley 去年只录了30个 我的标题根本没有描述出 这种惨烈的场面 86到30这可不是腰斩 这直接斩到小腿了 对不对 很夸张的 然后你看Linbrook 曾经我心目中 完全最好的功力高中 没有旨意啊 61砍到26 一半以上 就这种变化是不正常的 他声援我承认 哪一批声援可能强 哪一批可能弱 哪一批正在多 但是这种像UC伯克利这么稳定的学校 过去几年数据没有这么大变化 对吧 还有Montevista 也是将近三分之一多的那个看 这些都是Cupertino比较好的学区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啊 这是UCLA UCLA大家看 这个红色这样的建筑少了 加的多了 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有些学校 他UC伯克利路都不行 UCLA反正多了 这是为什么呢 UCLA是整个加州体系里边 最Labor的一个学校 最极左的一个学校 他的校长就说 我的任务就是平衡 希望越来越多的 少数族裔低收入能够进入大学 还有第一代人生 除了少数族裔 后面两个我是认可的 如果你是低收入 我认为 教育对你的这个家庭 整个收入和命运的改变 是更明显的 如果你不是低收入 那可能变化没有那么大 本来我就说中产 可能中产好一点 就是生活不会改变那么大 这个我个人是赞同的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看啊 就是这个举极还是很大的 你看刚high school UC伯克利刷了那么多 他也没有多大提升 还是只是增加六个 就这个呢 有一点缓和 但真正的秘密在这 大家看看 这是UC San Diego 这个学校呢 不管排名怎么变 一直是加州系统里边 录取第三难度的 虽然UC Irva呢 他录取 他排名一直往上升 但是他录取难度 实际上也在增加 他只是从数字上 录取在降低 但你如果看他录取 学生的这个分数分布 你会发现 UCSD还是好 圣地加工分校还是排第三 因为他的就业 他的学术强度都是比较强的 所以你看 low high school 真是大丰收 他增加了一倍多的 UC圣地亚哥的录取率 就是录取人数 这个非常的夸张 Dority呢 104涨到155 也就是说UC呢 我们可以假设 UC实际上没有减少 给这些非常华人非常多的 顶级学区的学生名额 他只是把UC伯克利的拿掉 UCLA的可能个别具体距离 至少我们从这个规律 可以抓出来 然后咱们再开一下 高级high school 增加了20 也还可以 弥补了一点点 他在伯克利的损失 然后呢 之所以我拿UC来举例呢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家长 比较集中的 还有一个家长在加州 享受的最贵的 州income tax 然后呢 交着很高的房产税 还得交着这个叫销售税 等于三个税叠在一起 你的生活质量实际上 是比别的州要差的 大家不就为了教育资源吗 或者工作关系 对不对 所以很多家长说 我可以选择去亚利桑那 或者去德州啊 我的技术背景 我去那的话 薪资拿的称死低10% 房价低一半多 对不对 但是他们还是选择 这边的好山好水 和好的教育环境 我觉得教育环境 是选择行商家长最坚持的 所以我为什么拿UC说事 UC作为一个公立学校 他拿了这么多 州内的这个资金了 他应该以学术为主导 但是实际上不是 他有很积极的 那个政治的政治日程 你看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UC Davis 这是离单硅谷 比较近的 完全比较近的一个大学 也是很多家长的首选 大家可以看这个变化 刚好high school 大家看没有 这个数字还在降低 就连David这种级别的学校 他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降低 这就很不合理 Linbrook反倒是有增加了一倍 将近一倍 很有意思 就这数据家长 自己可以去网上看 我们是花了很多时间整理 这样大家看的比较直观一些 然后再看看UC Irvine这个学校 基本上也能看到这个pattern 就是说最后一个 现在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Santa Cruz 你看low high school 在2019年秋季入学这一批 他总共录了172人 然后在2020年录了237 然后底下这么排 Dogherty呢 也是有一倍的增长 将近一倍的增长 都非常好 除了Berkeley high school 看一下这个 low high school 他的UC整体名额比例 给的是25.8% Dogherty给了28.8% Los Aros给了40% 然后呢 高high school 就说整体片长 如果你去抱怨的话 UC会说没有啊 我给你们的名额很多呀 你们为什么非要看排名呢 对不对 你们为什么就喜欢排名呢 当然了 我们可以告诉他 排名高的学校 整个生年的学术能力比较强 孩子的潜力发挥比较大 那个学习镜头比较好 然后呢 好的教授资源 好的科研资源 好的项目 像博克力一样 他的毕业期限非常的高 就算学一抗能达到7万多 什么概念 这是美国整个家庭收入中位数的 以上的水平 所以说你是没法和他讲理的 他没有完全的掠夺 我们华裔的教育 他是把一些排名比较一般的 这个UC名额给了 然后同时我要声明一下 我们是不太推崇排名来定性孩子 所以我们公司的名字和宣传上不会加任何和藤有关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会贴标签 会让家长误以为 哎呦 我孩子基本上藤家都不是那个料 你会贬低这家孩子 不是的 一个人的成功和他的学校有一定关系 但没有绝对的关系 综合因素非常多 我个人觉得专业更重要 所以我想给大家声明一下 这个排名我只是做一个参考 希望大家看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排名 刚才有家长一直质疑说 为什么那个 我们学校没在上面 为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2020年我们的一个排名 我们自己网站 这个照片 这是我们自己的排名 排第一的是low high school 家长说你们排名的依据是什么 我们依据没有任何主观的成本 我们纯粹是根据UC公布的数据 首先我们抽了大概56所 北加州地区公里高中 每年录取UC总体的人物超过100的学生 才有资格入学我们的榜单 然后呢 我们根据他UC录取的这个难度 来给他排位 也就是第一名呢 你如果孩子现在是初中 你升到low high school 按照这个我们的排名 他将来录取好的UC的概率是最高的 就这么讲 他这个综合数据就是 排名越高的UC 在我们的这个算法的这个比重越高 排名越低的比重越低 整体性也混在里边 我们整体的是反映 UC对这个学校的喜爱程度 所以我们这个排名叫UC辉尔斯 所以这个数据还是非常可观的 没有任何个人因素 我们也不加什么个人文件调查 什么组织分布我们都不加 我们就看存在数据 我就告诉你 湾区哪些高中UC最喜欢 第一是low high school 去年第一是多少 然后大家这个分数 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算法 然后呢 有兴趣的家长可以去我们的网站看 我们专门有这个页面 还有算法的分布 我们都有 三藩地区的最好的公里 第二个是三谷地区最好的公里 第三名是南湾最好的公里 两位 然后Fremont最好的公里 同时很有意思的啊 这些学校房价也基本上是比较高的 当地最高的 当地区域最高的 然后往下排 那看完这个数据 我们再落实在具体的 我们再微观一下 我们到湾区整体的这高中来看 那我们高中的这个变化在哪 我们看看学区房价和盛学的关系 我们这篇文章我们也没想到 这篇文章我们超过一万个家长传续 一万个家长 看我们通过不同渠道 我们自己的区域大概3000多 所以我觉得家长还是比这个高房价和学区 还有UC录取确实给折腾够呛 引起大家共鸣 然后呢 家长的类型 在座的家长呢 基本上分为三类 所有的家长不是在座的 所有的家长都分这三类 一类呢 就是这个电影非常好 这个就叫学区房 日本印度的一个电影 我觉得大家网上可以看看 非常非常有意思 讲的比中国的现状更狠 他们就是说 印度也是照顾那些低收入的 然后这俩妇人去装穷人 混到穷人学区 里边去蹭这个资源 闹了很多笑话 但是非常深刻 然后呢 右边上就是学区房 非常明显 不管在湾区啊 在国内面临同样的问题 大部分家长属于右侧 属于中产 就是任何一个工作 你只要不是那种C level的 你在湾区 你抛完税 你供一套200多万美元的房子 就是很累 对吧 而且你别忘了 有的时候还要带孩子 可能这个家长只有一个人 赚着收入 但是家长选择用这个学区房 来给孩子换一个好的教育资源 因为教育目前为止 还是投资回报率 最稳定最好的一个项目 然后大家看看 这个房子大家猜猜 是旧金山 Low High School 他的均价 现在已经是140多万 这是下降 因为因为疫情的话 三藩是唯一一个降的地方 因为三藩的这个apartment比较多 他房子在长 但他的公寓比较多 所以这是一个原因 而且很多企业万千 这是Low High School 的人口分布 他们呢 是有51%的亚裔 然后呢 他把菲律拼益给拿出来的 6% 实际上那也算亚裔吧 但是菲律拼 越南裔 东南亚裔 他们在申请的时候 和东亚裔不一样 他的入学标准 比华裔要低不少 然后呢 他们经常要比的一个数据 你看说 哎呀 你看这个旧金山啊 只有33%的亚裔 你为什么这个 这么好的高中 Low High School 你给51%不公平 所以他们那个 学校校等会呢 5比2的比例 永久的废除了 靠考试入学的方式 以后呢 Low High School呢 你只要抽签就行了 然后整个加州的比例呢 华裔之战 亚裔之战9% 所以他们用这个说实 但这个是不合理的 这个是人口分布的 如果这样分小学 我是理解的 出生高高中出 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这个课程本身的话 他就有个标准 你举个例子 为什么考加州的时候 你不分族裔呢 对吧 为什么考那个 医生那个执照的时候 board exam的时候 你不用这个呢 为什么军队考枪械比赛 考那个救生员 考跳伞的时候 你不用了 你不分族裔呢 为什么翻完道学习 你就用了 所以我觉得 就有的时候 家长的时候独立判断 就他这个东西 是否符合依据 我们也不要说 抨击哪一派 我觉得老多人出生好 我认可 就是你帮助穷人 和那种受歧视的 或者受压制的人 给他一个翻身机会 我绝对同意 社会稳定需要这种 但是你的理由要充分 你要从根本解决问题 真正少数族裔 受压迫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从小 父母的离婚率比较高 他们低乎入 学习氛围不行 你要从 从最早给他解决问题 因为一般往往 一个家庭的平凡率 和母亲的生育年龄 有很大关系 这是连我自己做的调研 很多肺营率 最多解决问题 是给妇女 就是延迟还孕年限 如果妇女受过高等教育 女性受过高等教育 她生孩子晚 她受过高等教育 她经济相对独立 她教育孩子 实际上就会高很多 这是更远 你到中间了 你高中的话 孩子这个孩子 一千一一千二的ICT 你让他去大学 你这不是诸诸为虐吗 因为这些孩子到大学之后 他成绩不好 照样他会打击自信 有一本书呢 讲Affirmative Action 讲的特别好 是UCLA的一个法学院教授 有些家长可以去网上搜索 讲的特别好 他做了大量的调研 他发现UCLA 靠照顾进来的 这些少数族裔 什么族裔都有啊 他成绩明显比别人低 他进来读 结果呢 他都考不了法学院 但是有一些人 转到自己的那些什么 historic black university 或者一些举个例的 针对他们族裔的一些学校 反倒成绩特别好 就是你的成绩 而且我觉得 他经常混淆了 这个亚裔多人学校 其实不是亚裔很多人学习不好 这个少数族裔很多学习好的 他老非要给你贴标签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问题 你不要贴标签 贴标签就容易把一个复杂问题 简单化 听着比较爽 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然后在low high school 其实low high school 他们就是所谓的认为 是湾区最好的高中 从数据上看完全不是 他们的ap考试成绩 跟南湾的Linbrook Mountain Vista 包括东湾的那个Dogherty 还有Mission 完全不是一个水平 要低很多 但是呢 我从中找到了 为什么low high school 今年是一反常理的 UC博利申请人数暴增 所有的华人做的学校都在跌 就他在增 真正原因啊 我个人猜测啊 我个人根据我的经验 和一些数据分析 我的判断 有一些关键信息 给大家看一下 low有个特点 low的低收入人群 比重非常高 他有百分之十几二十 以后给大家看一个数据 是可以在学校里边 拿free launch 或者reduced launch 它是低收入的 而南湾这些 包括高high school 抽打击最大的是高high school 你住两三百万的房子 你怎么可能低收入 即使租房 你这钱也不少 所以我个人觉得 去年的录取倾向 应该是从第一代大学生 和这个低收入下手 因为low的两个特点 一个是低收入 再一个第二个特点 家长整体受教程度偏低 而南湾呢 还有东湾 好学区 家长整体受教程度 特别高 很多都是硕士博士 所以这个可能是 UC打的一个点 如果走这个点 我个人还是相对接受一点 因为他至少是从 社会经济的角度 做一个考量 那些可能落到 博和利海 在给他LA 或者San Diego的名额 就是我个人觉得 这个还好接受一点 但只代表个人 因为毕竟那些 努力过出了 付出很多的孩子 他非常觉得非常不公平 因为他如果换一个肤色 或者去一个别的区域 他可能就已经 UC Berkeley scholarship 对吧 都拿得到 然后这个呢 是Mountain Vista Cupertino 那个学区的均价 230万 大家看看什么概念 他们92%的 这个AP考生 他们1000多学生考 每年 他们一页只有400多人 一年有1000多人考AP 也就是说 孩子们多么的advanced 然后92% 三分以上 这个比例非常高 Low只有90% 大家看Low的数据 Low的话只有 86% 86.3% 然后平均ACD 平均ACD 特别的高 然后这个呢 也是Mountain Vista 数据 加上看看 如果您那小个带 Mountain Vista 你即使权益 你也进不了Berkeley 因为Berkeley呢 我看看啊 Berkeley只给了38个名 假如你权益 你权益的话都没有用 当然我是说的那个 我说的是 是比较偏激的说法 因为这个52个权益的学生 里边有一些学生 可能拿的课比较容易 那也不行 UC看的是UCGPA 就你的课要拿的足够重 对吧 然后这是它一个分布图 右边那个是Linbrook Linbrook呢 有112个权益的 它的比例比Mountain Vista 要多一些 但这都不能代表问题 因为你不知道 这孩子拿了多少 那个AP课和加权的课 然后这个呢 是Mountain Vista的 一个学生比例 大概80%的压抑 很有意思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刚才我那猜测 对不对 Mountain Vista Cupertino这个均价 在230万的地方 他们的家长 95%以上 有本科会更高的学历 这个我 我觉得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一个是收入 再一个是这个 当然家长说 我高学历 我通过自己努力 我赚钱有什么错 没有错 但是呢 美国的政治呢 它是希望能有个平衡稳定的社会 它希望给 给那些 就是经济上 没有那么独立的 一个机会吧 这是他们的一个 一个观点 执政党的一个观点 这个我想想 196万 这个应该是 Linbrook的学区的 这个数据 然后Linbrook呢 47.4%的学生 考AP的 考过5分 非常强的一个数据 非常非常强 什么概念 全国的话 这个数字 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这个学校 我记得曾经 80%多 将近90 亚裔 这个呢 我记得是 应该是 Dublin Dublin High School 我给大家讲 你其实有的时候 你买学区房的意义在哪呢 他录取的 U.C.伯克的名额 完全差不多 这边学区房比 只有100 只有100 也很贵的 102万 而你要去 Montagnes 你要200万 差一倍的价格 所以我那个题目 非常 戳中大家的 这个 就是这个困惑 就学区房有意义吗 对吧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我现在想 如果你的目标 是伯克力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 没什么意义 你还不如去这 而且这边容易拿 对不对 当然我只是个玩笑话 因为很多家长的工作 和邻居 孩子长大的活案都在 我只是给大家讲 这个非常激情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你看这是 Dublin High School的 一个 就是高中毕业 去读涉学大学的比例 在28%左右 这个比例非常高 就说明这个学校 很多学生学术 是不太行的 因为很少有家长 会直接把孩子 送到那个涉学大学 除非有些家长 是有那个想法 想去伯克力LA 同学校做个跳板 大部分家长 还是希望读个正规四年大学的 对不对 所以家长看看 就是Dublin 从各方面 比的学术能力 是和南文差一大截 但他的UC伯克力 录取人数呢 一点不弱 30到39 Montagnes 38而已 对吧 小林伯克26 那意义在哪呢 所以加上我觉得你们自己考虑一下 就是他们这么一搞 你说大家抢学地方有什么进来 然后Dublin High School的亚裔比例 56% 不多啊 然后呢 他这个低收入人群 我也怀疑 有没有这个比例 没有 还真没有 他没有多少低收入的 但是他的那个整体收入要求 程度是比较的 这肯定的 这个是应该是 Fremont的Mission Mission的话 呃 数据差不多啊 和那个南外没什么区别 然后这个呢 就是Gun High School 输入非常高 你说招生官他看的话 他怎么想 我给大家举一个更更夸张力的 我们在帮Gun的一个学生申请Summer的时候 他们老是说 我拒绝给你们任何人写推荐信 因为我觉得这项目太贵了 或者报名费 我记得报名费五十二一百 他说太贵了 这是政党公民群发条件 我们就不 我就不给你写推荐信 我们学生就升不了下校 我觉得美国因为疫情 很多基础 普通输入比较低的工作 大量的流失 你看这几个倒闭的那个尸体 都是那种普通人就可以去找的工作 而高科技公司享受股价暴增和收入增加 而且工作稳定 所以两个方法非常严重 而老师大家知道 老师的工资 是整个所有行业里边比较低的 比社工稍微高一点也非常低 你看啊 帕拉特学区工资高一点 可能十几万 但他身份成本高啊 包括林布克学区 Cruparino这边学区 就是老师 一直是在收入比较低的 他肯定不平衡 当然这个老师 我首先觉得就是你凭什么不给人选择 你不是美国讲自由吗 你凭什么啊 说我我认为太贵了 你有这个资格吗 你是谁啊 但是没办法就这么嚣张 所以这帮家长就在闹 但是呢也闹不出来 因为疫情了 然后呢 这个是啊 这是urban time 是在fremont一个价值瓦底 稍微比较便宜 交通房 然后呢 学区房也算 他的录取人数也不少 然后他的大家看看 他的录取人数增加的原因 就可以归咎于 他的那个低收入家庭的组成 包括你看他也是一样 他和那个W非常像 他们两个方价也像 他们的这个学生 去读社会大学的比例也像 所以我就在给大家分析数据啊 因为我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除了招生 除了UC伯克力校长自己 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个招生形象 但是我们聪明数据里边 可以很好的 佐证我们的推断 而且所有的前面的 给大家讲那么一堆东西啊 不是让大家变成一个 专业的盛业顾问 是让大家知道 这是个形式不可逆的形式 那你应该怎么办 就像当年疫情爆发一样 老多人不戴口罩 但是如果加上关注新闻的话 关注国内新闻的话 他会第一时间戴口罩 买那些防护用品 他会比别人反映的更超前 对吧 所以我们所有做的工作 我们包括生学顾问 我们是希望增加你们赢的概率 赢的话不是人生赢 而是赢取自己最好教育资源的概率 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然后呢 这个就是 这应该是Linbrook这个数据吧 对 我做一个对比Linbrook的话 他福利量是非常少 然后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整体趋势啊 因为不是每个家都一定要去UC的 有家条比较好 我要去私立我要去腾校 还有的要去英国啊 然后呢 给大家讲几个趋势上 因为今年数据会很晚出来 呃腾校会在四月初放忙 然后很多学会在云人节那天放忙 呃 第一 申请人数我们讲过了 是申请数量的暴增 不是申请人的暴增 主要是标话给闹的啊 这个没有什么多说的 第二点 两极分化非常明显 汉的汉死 这个我们也提过了 非常非常明显 MAT申请数暴增 哈佛 我觉得 就是就是一想 哈佛有三四百个学生 选择了Gap Year 他不上学 因为他是网课 哈佛一定不会扩张的 他肯定会减少的 要不他就招报了 因为他的入读率太高了 对不对 然后第三条 正好咱们有几位是国际学生啊 国际学生 我们自己的学生去上非常明显 我们有些学生 他目标就是可能是前50 5030到50之间 因为GP比较低 你举个例子 我们有位学生在南湾 南加州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学生 非常非常好 前三 他呢GP非常低3.2 因为来的话不适应 那个学校文科比较强 他没有适应 ICT也还行 1460考虑一次 结果呢 这个成绩他就申请 文书的话不是特别好 因为他不太爱参加活动 结果录到UC Davis 这个成绩如果是在加州公民的话 他UC Santa Cruz都录不上 我们同样的学生 南湾非常好的学生 全A几乎 UCBURG直接给去了 只遇到UC的一个 非常明显 就是这就是非常不大的不公平 然后我们另外有位香港的学生 同样的情况 录到了UC Irwan 还是Bin School 他的成绩更一般 活动和那个就是GP稍微高 南湾学校非常不有名 是一个香港的一个普通的学校 就是你怎么比你上场受理 没法受理 对吧 还有更夸张的 我们有一位日益的学生 他妈妈是是中华人 然后呢 孩子呢非常有个性 他确实在科学活动非常有造诣 他自己会编曲 计算机有特长 他的GP只有3.2 3.3 他所有英文相关的课程 都在B或者C 但是呢 他的理工科非常的强 他的AP物理C 一次就考了四分 但学校GP是A 老师评价很高 APC都很高 他非常片科 结果人家 我们帮他做进了ED的那个罗车斯特大学 在私立排名33的 ED做进去的 他们学了四个 所有的人剩下三个人 城里都比他好 城里都比他好 就录了他 因为他是日益 就这种多元化 如果你是个华裔 你是你是中国人 你是中国学生 或者是硅谷本地居民 不可能的 当时我给他做这个school list 就比较gressive 我是没想到真能进 因为我觉得太难了 他这个GP太吃亏了 结果没想到还就是中 当然这孩子还有优势 他比较真诚 他不太受 那个一些世俗东西影响 他在面试的时候 会表现得非常自然坦然 有自己的想法 他英文不好 但是孩子因为疫情 他完美地躲开了 托福和标话 对他的负面影响 因为不考了 所以他就是一个受益者 所以非常明显 美国需要国际学生给你送钱 国际学生来交 两到三倍的学费 然后呢 他们来这住宿舍 他们来这吃消费买东西 他们用大量的资源 花很多钱 国际学生来一个赚一个 本地生 在UC有一半以上的学生 是一分钱不交的 学费也不交 所以家长知道 学校也是个生意 他要存活 他非常需要国际学生 所以这就是一个 纪念力的趋势 然后给大家举一个小的案例吧 这个有兴趣的家长 可以下个礼拜六 听我们的分享 我们有一位学生 录到了UC伯克利的商学院 UC伯克利商学院 在全美市排 我记得应该是排前三 第二或者第三 仅次于沃顿 本科里边 非常非常难录 他是直接录进去的 一个全球管理的项目 这孩子高中非常一般 不在我们榜单的 五十六所学校里边 刚才那个家长提了 Sartoga High School 在我们榜单里边 只是不在前三十 这个学校连赛都不在 在Sunnyville 非常一般的 一个学校 这孩子GPA也还行 AP的话 学校确实教的一般 他只考虑AP拿了三份 ACT没有教 然后呢 UC ERWIN给拒了 Santa Barbara给录了 LA给拒了 然后这个UC伯克利 直接给录了 他也面试 这孩子当时很厉害 他不是一般人啊 他他有活动 大家可以看他 就是伯克利的商学院 不是那么好录的 他的他的Instagram 那个followers 有超过一百万 有广告上给他钱了 他已经挣钱了 他高中已经挣了好几万美元 自己 就这个扣活动 非常的重要 他在等南加大和纽约的 那个私政商业的这个案例 我们不清楚 之所以选在下个礼拜 做分享他的那个 属于低分高度的一个典型 他自己的小孩非常成熟 我们也希望等一下那个结果 看看最后做一个评估 然后给大家放这照片 不知道多少家长 看过这部电影 这是好莱坞第一部 中国主题电影 获奖的奥斯卡奖的 那个末代皇帝蒲仪 不知道有多少家长看过 我直推讲的什么 申请啊 很多家长会误认为是文书 是分数 实际上都不是 如果你做这行够久 如果你对这行 真的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你一定会 你的答案是一个系统 它是一个设计 像一部电影一样 剧本演员 摄影 这个服装 道具 所有的东西 常握 缺一环不可 而这些投射到这个 这个申请材料里边 就是你的课外活动 你的标画 你的推荐信 你的父母的出身 还有你的GPA 一堆东西的综合 为什么 它是一个整体的感官 当招生官拿到你的一份资料 他有五到十分钟看 看完之后 他会评估 然后他们会一会讨论 私立学校会积极投票通过 公立学校会两个人去看 他拿到你的整个profile 他脑子里边会画像 他会呈现成一个画面 他会看这个故事 是否make sense 我们今天有个学生 成绩非常好 结果他非要选一个专业 是他在活动里边 完全体现不了 他活动完全是一个理工 理工小孩 然后他就选了一个专业 和一点不大 他就认为自己成绩很强 结果他身 这个专业的都给拒了 他理工力的那个专业 全给录了 很明显 我们在三年前 遇到同样的案例 在东湾一个非常好的 功力高中 4.6的GPA weighted 1560的SAT 很多活动 就怎么叫薄荷力 没有问题 当年的话 结果 UC指数的Citian Cruise 同样的问题 他生了生物 他的活动里边 没有和生物相关的 一个都没有 他只上了一些生物课 AP生物课 这个不足以说明 你要学生物学医 学医的话 需要很大的考虑 你要做很多的实习 很多的义工来证明 你对医学这个passion 这不是说你临时期 就像电影一样 为什么现在有些剧 没法看太烂了 为什么每剧这么过瘾 就是因为整个那个逻辑 和那个剧情比较紧错 比较有幸福 还有另外一个 活着这个电影 对吧 有的人可能觉得 这是在抨击中国 为什么大家觉得 就都会被他感动 他里边没有善行的音乐 台词的话 没有背景音 就是做的演员 没有非常夸张的表演 完全是 就是靠那些 瞬间给记得起来的 就像你的文书 和你的活动列表 还有你的成绩 在招生官脑海里边 构画的一个画面一样 你是一般什么样的学生 他在给你画像 这就需要一个 很好的剧情 这需要系统的工程 就是你整个活动 一个呈现 而顾问呢 就是你孩子呈现 这个影片的导演 他总览全局 他把你最打动人的一面 展示出来 就像电影一样 他短短的时间 介绍一个人的人生 你的申请材料 短短的几页纸 来来佐证 你这个孩子 是否具备这个材料 来读这个学校 读这个专业 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确定 不是哪一个 是一个整体性的设计 然后呢 给他举了一个 更那个确切的比喻 虽然很多家长是女性家长 但是如果是经历过 90年的篮球 我们在家湾区 你肯定招了两个球队 乔丹带领的工球队 六连冠 这个是金州勇士 也是建立一个王朝 他们的这几个人呢 就像在升学过程中 你的要素 GPA 但是同样这些人 代表了不同角色 教练 教练就是升学顾问 他们的作用是 运筹帷幄 把你的资源运用好 把每个 把你的每个特点 运用到最佳 同时呢 这些角色就像 学生的Tutor 他的竞赛老师 他的家长 接送的家长 然后呢 他课外活动的那些教练 这是一个团队 是一个团队系统 然后呢 我们再来讲一下 就是这个趋势啊 那我们研究完半天趋势呢 趋势对我们的应感是什么 这是美国教育的 一个真实的情况 三种情况 很多家长看到这个漫画 左边是平均 平均主义 左边是所谓的 公平啊 公平和平还不太一样 就他们认为公平 他们觉得应该给 弱者更多的机会 然后呢 存自由就是说 大家自己 自己随便弄 对吧 然后另外一种呢 是这样 一个对比就是说 真正的现实呢 呃就是呃 比较相信右派的这些 这些这些人呢 他认为 现在是太过了 给一些部分人太多的待遇 呃 其实像这个在任何社会 都是正常的 呃 有钱的人呢 会用各种方法进入好的学校 然后 没有钱的人的话 在美国至少 还有一些政策可以支持你 但是呢 在中国就没有这种机会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low high school 呃 我刚才讲了 为什么今年low high school 人中会报道 我认为这个数据和这个是有相关性的 他有37%的学生 是享受 呃 reduce launch project 就他的午餐是打折的 政府给补助 就说他们是低收入 这是所有男王学校不具备的 男王学校只有4%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今年博和利 去年博和利录取 主要是以低收入为主 因为填UC的话 家长都知道 你要填家庭收入的 然后为大家讲一下 因为所有的家长 都是中西方教育背景的结合 不管你的博士还是硕士在美国读的 还是你从来就没在美国读过书 但是你在美国生活工作 呃 你们现在咱们包括我 我们都是中西方教育的结合体 我们的理念非常契合这块点 然后呢 相同之处 可怜天下父母亲 所有以前的家长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而这个礼物到大学呢 就是录取的名额 这个电影呢 一定要建议大家去那个 去Netflix看一下 特别特别有意思 找了一些特性演员 还原了这个事件的经过 特别好玩 然后你们知道这个录取的 这个过程的一些模拟 然后呢 底下这三位呢 左边这个是南加大手球队的 呃 不是水球队的教练 全美最佳水球队教练 他拿了呃 贿赂 把一些呃 明星的孩子给送到了名校 中间呢 斯坦福这个呃 翻版 翻船队教练 然后呢 他一直是不是 他认罪的 但是他一直在打官司 他实际上没拿一分钱 他替学校收的钱 到现在斯坦福也没有把钱给吐出来 这钱就是他 他不给 他不认 他说我没有做模拟 所以现在就成了一个 650万的那个 那个家 那个中国的中国中国中国土豪呢 他也吃了亏被曝光 孩子也也跟着退学 这个人也坐进监狱了 很有意思 然后右边这个是耶稣大学的足球队教练 实际上给大家讲个很好的事啊 我在 十十九二十年前 我在高中 我在我在国内当时一个二十城市的高东 我是学体育的 当时我们教练的时候就这个能量 他能帮我们进一些 一本的学校 就是通过这个渠道 找人替考 只是只是高三 我就选择我没有读书 然后很有意思 后来我 我后来和同学聊天 我还说 我说没想到我们的教练 一个十八岁小城市的教练 就有这么高的意识 和美国一模一样 因为运动招生在国内也有 就我去了之后 我说我身体不好 我受伤了 我打不了球 体育特长生 这个二十年前就有了 美国还是比较晚的 就说他们不是第一 只是他被抓到了 很多 非常多 然后这就是被曝光的 这个 我们山东的首富 层中的首富 不偿药业 做疫苗这家 650万美元 50万捐给斯坦福的 泛泛泛泛基金会 600万 就就就让狗吃了 就这个样子 很傻的一个事 有家说 哎那不能直接捐给Foundation吗 直接捐给学校基金会吗 还不可以 你要有门道 你提前捐也来不及 你要提前好多年 潘石屹捐得早 1500万美元 大概七八年前吧 他就在里边读书 在哈佛 那个可以 那个可以 而且你要有这个社会层面 然后呢 idealism realism 这个我觉得 就是今天我观察的一个点啊 呃 我们希望家长就是说 我们认清这个形式 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可逆的 我们要抗争 我们要发声 不管是给那些 所谓的这种维权机构捐款 还是自己去游行 包括这次 stop Asian hate 我觉得要发声 美国是一个发声的社会 你不说他会 他就会忽视你的声音 我觉得是好事 但同时呢 你不能光发声 你要take action 已经这样了 你怎么办 我们孩子付出那么多努力 你怎么样规划 才更合理更有效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 真正的核心message 然后呢 介于家长的知识层面不一样 所以我想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大学录取的话 他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刚才讲的整体性 他在审阅材料 就是他整体给你画像 但是到那一步之前 已经筛掉了90%的人 他怎么筛的呢 大家看我做这个漏斗啊 他就像那个筛沙子一样 大量讨沙 好像看一下 美国三万多高中 那GPA 你要我是哈佛 我往年的话 我GPA的话 基本上每个学校都得 3.9 4.0以上 对吧 那我就筛掉那些插 直接拿掉 然后呢 标画 过去有标画的时候呢 他会标画很亮 为什么 太多4.0了 标画是全美国统计的考试 只有那个能够平衡一下 你假如说 我是弯曲一个好高中 我3.6GPA 我能标画考1530 但是我如果是一个 Berkeley High School 我GPA4.0 我的标画可能就一千一千二 这就是过去标画的一个作用 是一个equalizer 因为标画是给所有的一个机会 你说我低收入 那你可以去 Cons Academy 可汉学院 去上的免费课呢 有十套免费阵 你可不可以去做呢 对吧 你不需要花钱 而且美国很多费用力的机构 他提供这种推特 我们学生自己也在做推特 我觉得美国和中国最大区别 美国有这个资源 就是美国不用抱怨 你可以你可以take action 改变你的命运 中国是不行的 这个大家从中国出来都知道 就一条高好路了 你十字量差太大了 而且他不是提 他没有提过程度做的 那样提的话都不是真体 然后科外活动筛 科外活动下 千万不要以为是凑数 是要走质量 我们的学生之所以录 录去那个Berkeley的哈斯商学院 各位数都录取率的学校 是因为他在Instagram 他是他挣到钱了 他有100万的粉丝 这可以直接做生意的 他哥哥也是一样 他哥哥当时毕业之后去实习 没有去高中毕业 没有去图书 后来转到UC Berkeley去了 他读了社会大学 因为他他可以直接赚钱 有的工资直接负责钱 然后呢 这是今天我要讲的 放弃幻想投入战斗 ICT ACT 目前大部分学校还是要的 你要你要纪念事情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考 因为私立真的是看 私立一直是看 我们这几个国际学生 都是有这个ICT占的便宜 然后呢AP和IB呢 主要是讲AP IB是适合于国际学生 AP一定要考 AP一定短时间内不会取消 因为AP课程现在开的比较多 而且AP课程会给很多 低收入的学生省学费 我见过一个学生 去圣地加哥的时候 已经把大二上半年的课全学完了 大一和大二上半年 他只要付两年半的学费就可以了 他就上了一对AP 就这么简单 然后课外活动 是一个多线性的 你需要上课 你需要做很多项目 你需要在某个项目里边 突出自己的能力 这些都需要时间管理 这个非常管理 而且你不要跟着别人脚印 你要做自己 符合自己特长的 能够体现你突出性的 因为你做活动没有用 你要去好学校 你要非常突出自己独特性的活动 就是你要比别人抢 不管是钢琴 网球 做business volunteer 科研 打工 实行任何东西 你记着 你是在展现你与众不同的地方 比别人抢 然后呢 IC我已经说过 就像电影那个剧本写作一样 一定要两个人要符合逻辑 不能你之前各种活动都是计算机 你突然说我要学政治科学 直接给你去 再有些距离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搞钱 你要什么 然后推荐信 推荐信非常关键 功力不太用关心 私利非常关键 然后这个GPA就不要讲了 Talent和Balent就是音乐艺术特长 这些孩子加分项子 这个呢 就是另外一个要点 如果你的目标是美国最顶级的大学 你的孩子还小 你要把录取率想象 这就是5%的录取率 但实际上呢 你要做0.01%或者001的人 为什么 这些名校里边把校友的子女排除 把运动员排除 把各种数学计算机 生物化学奥数竞赛的国家队排除 没有多少名额 而你把手术足迹排除 压抑多少 非常少 所以你一定要做非常人中之拢 很难 我觉得理想和现实要结合 你可以照那个路性培养 但是不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成败 然后呢 这个呃 前十五就这个比例 基本上就这个区间 这个数字不不不精确 但是非常直观的反映了美国现在的呃 你定目标的时候一个现状 然后给大家举下这个中西方教育不同 我希望给大家一个借鉴哈 很多家长 我们最近很多年轻的家长问 我们有小学二年纪就问了 我说有点早啊 太早了 我说不着急 我说但是家长说我们选校什么什么不同啊 我希望通过你了解一下我们将来 每生人生每一步的这个选择方案 后来我说那我们只能 我没我说你太早了 没法给你做 只能做小试咨询 给大家一些方案 然后举个例子 这个大家都知道 东木很有名的一所基础学校 Exter 这个学校的这个腾校录取 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录取到腾校 百分之三四十 一届啊 非常强 当然选拔机制更狠 全国选拔 学术特别强 加特别人也不错的 他就像北京的人大附中一样 每年清北清华北大两个学校大量录取来自人大附中 他一学校录取的话 顶好几个省 就这么夸张 这就是教育资源的畸形 但是前提是他比较拔家 这就是我介于一些家长 如果你的孩子是学霸 这种地方可以 因为他有这个能力 而且录取的概率率比较高 但大部分家长孩子不是学霸 中间呢 就是我们今天在座家长 被这个题目吸引来的一个主要表现 河北的恒水中学 河小明 选拔那优秀兼的生 靠学习强度 而这就是今天咱们说的Low High School Dogherty Linbrook Mission 这些学校的一个一个一个同样的反应 这些学区说实话好吗 如果华人今天都搬走的话 换一批人 你觉得会好吗 我觉得他们搞错了 你把一些不好好学习的孩子放到那里边 他这样学不好 因为真的把学习给鼎高的是这些学生 他们的父母 校外的辅导机构 还有校困证询机构 还有他们自己的这种努力 这是综合因素把这个学区给弄好了 录取率和老师没有关系的 高中老师真有好老师 也真有差老师 对吧 你说AP考试 ST考试 这老师能差多少 没有差多少的 所以说真的是 好学区来自于这个家长的努力 和生源的共同努力 所以如果他们那么搞下去 学区概念我觉得不重要 学区不重要 你买学区 你买的是不是学区 是舒适区 安全区 这个可以 然后第三个 家长可能不守望 安徽茅台场中学 这个就是给那些收入特别低的 无限次复读的去考 这里边强度是全国最大的 你如果去上网看看YouTube拍这个纪录片 那会非常震撼 即使到现在这个年代 他们对机会的考望远超我们的想象 然后呢 KEEP 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这是过去有一帮年先生发起的项目 在美国遍地开发 也是真的地书 我曾经读过一本书 有一个印度裔的家长 他们带着孩子 不远每天 好几个小时去读这个学校 这学校强度非常大 完全沿用了中国高考工厂那种方式 到处是励志的那个标语 到处是非常早的上课 非常晚下课 实际上就是解决了家长 接送孩子不方便 他就是增加孩子上课的强度和时间 赢到一种氛围 然后这个学校每年录取率特别好 很多少数族裔 孩子在那边获得成功改变的人生 这里边少数族裔孩子 我是我是认可的 他们真的是通过努力改变命运 而不是被所谓的照顾 因为他们也觉得我就被歧视 而且我不是那个那个那个class 这三种模式严厉联系到底下这个漫画 我是希望家长 你看哈 你们已经成功呃 今天90%家长 我想告诉你们 左边的情况不是用你们 你们偏用右边 右边的是虎妈菜名 他当时写诺书弄一时 虎妈战戈 但是他说的肯定比较夸张了 你像他家里边有一个白人爸爸 怎么可能让他所谓的引号虐待孩子 没有 他只是比较严格的方式管孩子 目前他的追踪报道 他两个孩子发展非常的好 非常非常的好 他自己一家发展的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孩子有个问题就是 他容易被一些自由思想影响 然后呢 他呢会觉得我给父母做 但这个有很大部分是父母的责任 父母强压于自己的思想 给孩子 限制孩子自由 孩子做一些事不太支持 所以导致孩子一种逆反 就是我们接触过很多案例的一个矛盾计划点 我觉得美国不缺好的教育资源 即使你家真的是低收入在一个很一般的区域 有很 你肯定有图书馆 你可以上网吧 只有这两项 你完全可以复习ICT无所谓 你可以找到很多相关的信息 来做这些生活规划 对吧 我觉得是完全可以 而且你本身在一个差区 你父母如果低收入 你看现在的趋势 就是照顾 所以我觉得在美国不存在机会的问题 存在你努力和方向 还有还有这个策略的问题 然后左边 如果您是那个个别的 在国内的家长拼爹 对吧 有的人出生背着很重的负担 要拖着父母 可能要兄弟姐妹 当然现在同时你不存在兄弟姐妹 就说他的他他有工作 在家里边中学条件很差 确实很累 因为国内就搞好这条路 在美国不一样 你要舔你父母是低来来生 加分 你是低收入 加分 你是少数族裔 加分 这些都是加分的 对吧 就说吧 当时我就开玩笑一句话 当时有一点offensive 我就说去美国大战 就是避惨的过程 对吧 在美国都是个资源 在中国谁跟你避惨 你如果没有好多的资源 你父母不懂的话 你就是在冲骨他们的命运 你去深圳当那个日节工 对吧 你去富士康当那种 没有思考的那形式走路 他们他们不希望有好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话 我们要看 抱怨政府的同时 我们要要 我们要了解 就是我们在美国有什么样资源 怎么因地之宜 美国我个人觉得 目前给的资源足够 足够家长实现一个 前五十前三十的这个这个目标 但是呢 前五十前三十 基于你了解你的孩子 他的想法 和他想实现的人生 和这个学校的教育资源是匹配的 排名只是一个参考依据 不要以排名做 做你的目标 为什么 不是 不要以排名作为你的标签 因为没有一次大学 包括哈佛斯坦福 保证就业 啊 九弟哈佛从来又说 给你安排工作 我没有工作 我退学费 没有 他们只收钱不办事 家长一定要知道 大学是一种非常神奇的 像 像奢侈品一样 你拿了一个爱马仕的包 拿了一个那个香袋 LV的包 你觉得脸上贴心了 实际上你把钱包都掏干了 就这么神奇 美国大学也是这样 你拿哈佛 他有任何保障吗 他的他他有保障就业吗 他有保障你任何有任何都没有 而且他收费还越来越高 你来不来 这就是大家对权威的东西 所以我就说家长 就是一定要借你啊 我们需要这个虚名 认为人是虚伪的 社会也是虚伪的 呃大众是无意识的 但是我们要同时了解 你如果不了解自己孩子 没有一个好的专业 我个人觉得很难 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呃 职业规划 然后这个例子还给大家讲一点啊 因为大半夜我怕家长不精神 给大家提提神 呃这个呢 就是 我没吃过啊 很贵啊 这是 不都分吐纳 蓝旗吐纳鱼身上比较肥的一块肉 比较贵 这个是手握寿寿寿的一个做法 我在讲有些孩子 他数学天赋一饼 他体育天赋一饼 他可以特长 是他通往好学校 好项目的一个敲门站 大部分孩子没有 但是 如果这种孩子给我们 我们不会破坏它的味道 过度的加工 我们只会用 用米 或者用一些活动 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会最大化的 呈现它的味道 酱油啊 芥末啊 包括这个温度啊 寿司这东西吧 纯食这个肉的话 味道肯定不如寿司好吃 对吧 这就是一个结合 但是大部分的孩子 是下一种情况 像烤鸭一样 对吧 烤鸭的城门不高 但是呢 除了中国人 谁能想到这么个吃法 肥瘦分离 葱 还有那个 有的是有的地方 释放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糖啊 呃 砂糖 还有一些别的一些 那个什么链肉 来站着吃 就是中国人都没有创意 我说 我们要把中方的智慧 饮食的智慧 放到这个学术安排上 当你的孩子 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 你怎么通过 活动这种精力的刺激 然后呈现他本身这种特质 我觉得非常关键 然后呃 这个就是 明显的一个录取的标准 然后这个是我们呃 活动的规划方案 我们给我们给家长的一个方案 就是一个比较粗略的哈 呃 距离可以距离 距离方案距离分析 什么方案都有 然后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一个总结 就是呃 录取的这些标准 在我们官网页啊 家长可以去我们网站看啊 我们一直放在那给家长看 这个盘呢 就是整个录取因素 我们从美国大学 公布这个官网录取因素 合成的 这个比例 我们也是仔细对照过的 是一个有比较中肯的一个数据 他不偏激 但是呢 他代表一个整体的趋势 就这样的比例 就算将来的趋势 是标划越来越淡化 我说公立啊 私立的话标划 大概率是不会淡化 你把这个拿掉 大部分还没有变 我绿色的区域是变量 你可以改变 对升级非常保重 红色区域你改不了 就这就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就这 根据这个来安排就可以 而且为什么我做一个圆形呢 不做一个注重图呢 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的 如果你的经历 和你的这个成绩 还有你的文术 还有推荐信 没有成一个闭环的话 没有一个很好的故事点的话 也不会拒拟 包括一个很简单的 你的专业 会得进步于过去几年的经历来说 成绩待会没有用 直接去 好的 感谢本老师今天的分享 希望我们今天的讲座 能帮助您和孩子 更全面的了解 近年来UC录取的形式 如果大家之后 有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Inlitees的服务 也欢迎大家致电 或者扫描屏幕上 我的二维码咨询 之后每期的讲座 我们预告都会发布 在我们的微信群中 如果想要加入微信群 麻烦家长 扫一下屏幕中的二维码 我会将您邀请入群 那么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周六再见 大家晚安